空軍一架F-51戰機去年十月二十九號 從臺東制航基地執行任務 但是起飛不到幾分鐘 就墜落在臺東外海 飛官向尉朱冠蒙不幸殉職 事發至今六個月 在稍早失事的F-51殘骸 在制航基地外一點五公里 加入藍海域被巡火了 目前已經打撈起來 在畫面中 從遠處就可以看得到 打撈船載著失事的F-51戰機殘骸 只是機體不會運往臺東 而是會運到高雄百發 拉近一點來看 增加F-51的機身 包括機翼都有部分的受損 不過據瞭解機身大致完整 因此有利於後續的調查 當初真正的失事原因